大家好,我是罗逸乔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位在17世纪美术史上 擅长眠绘光线与阴影的大师 巴洛克时期有名的画家德拉图尔 德拉图尔1616年开始画家的生涯 1630年开始作品纷纷引起人们的注意 尤其深受国王路易十三的赏识 据说路易十三把卧室里所有画家的作品取宗 唯独留下德拉图尔的 德拉图尔喜欢利用烛光创造出独特的效果 强烈的表现出亮度和阴影的差距 这种朴实无华简洁概括的方式 在当时的古典画中非常少见 德拉图尔的作品、含蓄、静谧 无论是探讨生死或是宗教化的主题 都带着一股神秘感 对德拉图尔来说 以足弓效果表现在画中 是为了探索光在形体上的变化效果 却受到教会的欢迎 因为这种画能创造出神秘的宗教效果 德拉图尔是一个很特别的画家 在世时名利双收 但是在去世之后 由于艺术情景的变化 也很快的就被人们遗忘 直到20世纪初期才有重新被发现 并在法国绘画中确立一席之地 由于德拉图尔的作品很少署名 缺乏生活史料 以及长时间的艺术史断层 使得他的作品鉴定相当困难 如今只有30幅左右的作品 是归属于他 没有争议的 这次的导览中有一些德拉图尔作品 大家可以仔细的欣赏一下 感受一下以烛光为光源的画作 是不是别有气氛呢 我的导览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